1328年农历9月18 安徽凤阳 祖上18代平农的老朱家 出生了一个男孩 这也就是后来的明太祖朱崇八同志 话说为什么叫朱崇八 明太祖不是朱元璋吗 这里一般就有故事了 朱元璋的爹叫朱54 爷爷叫朱初一 太爷爷叫朱49 再往上叫朱百六 一家零牌搁一起 那不是祭祖 那是中国数字大会 鸡变偶不变 符号看向线 其实真实原因是元朝时候 没有现在这么完善的义务教育制度 百姓的实质率非常感人 所以大家起名的都简单粗暴 一般都是给你的生日啊 家里排行啊 然后把数字整不整不就是名字 等到你混出来了 觉得自己名字low了怎么办 改名呗 灵活改名 念兽星这个 等到了朱元璋父亲这辈 老朱家的文化水平更感人了 史以上述的那基本不再涉及 所以朱元璋的爹 朱54跟兄弟商量 干脆完大小排 老大叫朱崇一 老二叫朱崇二 所以你看朱元璋那几个哥哥 叫什么朱崇五 朱崇六 朱崇七 到了他这里 自然就成了朱崇八 只有人说朱崇八就是朱巴巴 其实这种叫法是错的 大家知道就行 因为祖传十八代匹农 朱崇八同志也是自幼当家 每天下地干活 幻想幸福生活 可这个世界是悲催的 你越想干什么 忘了这越得不到什么 而害得小朱同志 娶不上媳妇的 就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 众所周知 黄河经过黄土高原 携带了大量泥沙 长此以往泥沙抬高河床 最终就会溢出来 导致决堤改道 历史上黄河一共改道26次 正所谓灵活的母亲河 喜欢灵活改道 如果我们地图来表示 历史上黄河的路线 依次是这个样子 北边最远跑到天津 其实整个天津都是黄河泥沙造出来的 所以天津整天到了 海河是我们的母亲河 这属于认错妈的行为 黄河才是天津真正的母亲河 但是黄河毕竟是黄河 人灵活起来 你根本拦不住 在今天的江苏严城 有一条河叫沸黄河 这也是一条黄河河道 从北到南 黄河直接甩了600公里 这灵活程度 连我这个灵活的胖子都自愧不如 而刚好 黄河最灵活的时期 就是宋元时期 1324年 黄河还从岩城出海呢 结果1340年 黄河一个神龙百本 直接甩到山东 然后1350年 黄河又很灵活的甩回了岩城 这灵活的小生板 连十年降临了老司机都自愧不如 老司机改道还在打转向呢 黄河改道连个转向灯也不打 非常不文明 扣十分 但是不是所有灵活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有的东西就不能灵活 比如黄河 他这一灵活 老百姓就遭殃了 黄河每次改道 都会淹没大片农田 等洪水退去 荒污的农田也会出现旱灾和黄灾 导致庄稼家连年颗粒无收 而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县 距离当时的黄河大概只有100公里 所以凤阳也被黄河祸后的不轻 天灾一个接一个 什么洪灾黄灾旱灾 马上到你家门口 一般来讲遇到洪涝灾害 中国一直是靠朝廷组织人力救灾 但元朝这个政权比较特殊 元朝不是从农耕文明发展来的 它是从游牧政权发展来的 所以有些事的底层逻辑都不太一样 农耕政权强调稳定 流行管学 管天管地管空气 比你妈管事得多 所以有个词叫父母观 而游牧政权原本生活在草原上 其管理理论主要来自放羊 散羊的那种 自由自在无拘束 所以元朝搞得是灵活管理 简单来讲 这除了收税啥也不管 我们大元真是太棒了 实际上元朝连收税都觉得麻烦 以前的朝廷要派人挨家挨户上门 交税了 元朝就连挨家挨户效率太低 所以采用了包税制 也就是把一片地和农民 都外保给土豪示身 我只管收土豪的税 农民跟我有毛线关系 所以元朝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过来 原来我还有个救灾的智能 当然根本原因是不救灾收不上税 这可元朝 一定要经过中间商模型 所谓中间商模型 可以简单概括为层层转包 层层扒皮 最后落到实际的资金非常少 假设朝廷赈灾要拨10万两银子 这10万两肯定先发到下一级的官员手里 这个官员拿到钱 首先要干的一件事 就是吃50%的回扣 然后下一级官员拿到钱 也是先吃50%的回扣 就这么50% 50%的扣 最后落到实际工程上 估计只剩3000多两 你说你是清官 清官拿20% 这其实是中国自古以来 管理上的一个顽级 在数字支付发明之前 中间商的高额损耗 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毕竟你最终依然靠的是 大辣小小的官员 发放赈灾的银子 但蒙古人哪知道 一个个看着老师的调听命官 其实良心都已经打打地坏了 结果赈灾一字发下去 银子就很正常的损耗 在中间流程了 面对这种情况 底下的土木老哥 只能用最廉价的方式解决洪灾 也就是堵口子 但问题来了 今年这口子虽然堵上了 但是黄河的泥沙问题没有解决 明年照样换个地方绝口 所以老百姓只能日复一日的 承受黄河的洪灾 官老员们也日复一日的 拿钱拿到手软 这官老员的手艺软 凤阳老猪才就遭殃了 朱元璋毕生梦想 其实就是种一块地 娶个老婆 养一堆孩子 从来没有什么帝王之质 毕竟贫穷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但是黄河泛滥 紧接着旱灾和黄灾要跟着闹腾 导致凤阳一带的庄稼颗粒无收 但元朝政府不仅没有积极救灾 反而像往年一样 手睡了 不久 凤阳爆发了瘟疫 疑似鼠疫 九老猪家人都病死了 就剩下俩活了 一个二哥一个他 要不说朱元璋能当皇帝呢 这鼠疫都找不死 厉害厉害 眼见稳定的生计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朱元璋只好背井离乡 开启了灵活的一生 从来没人想到 他这么一灵活 就把庞大的原地国灵活没了 一开始 朱元璋跑到庙里去当和尚 因为自古以来 统治者对僧侣都是有特殊待遇的 比如官方认证了僧侣可以免税 所以一般的灾年 和尚靠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总能有口饭吃 但上天似乎注定要让朱元璋灵活起来 不久 当地又闹起了灾荒 连庙里的和尚都没活路了 于是方上对朱元璋说 崇巴啊 赶紧拿着这个破碗去灵活就业 啊不 去化缘吧 于是朱元璋带着一个破碗 小朱从治调整了策略 只要一看见炊烟 就赶紧跑过去 莫去你比曹他还快 经历了三年灵活就业生涯后 朱元璋的足迹踏避了安徽 河南 江苏 最后他又回到了庙里 毕竟庙里稳定的生活 还是强过灵活就业的 但就在朱元璋当和尚的时候 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为黄河频繁决堤 元朝宰相托托 也就是编转宋史的那个托托 就提议 与其缝缝补补补 波来波狠的 把黄河水患彻底根除 元朝派遣河防大臣甲鲁 前去治理黄河 但黄河不是一般的河 治理起来工程量非常大 古人又没有海克斯科技 所以只能整那狠活 甲鲁就整了个大狠活 他集合了15万民夫 2万士族 黄河大沙场 干足180天 把黄河古道疏通了 按理说这是一件好事 但因为火整的实在太狠了 结果被白莲叫的寒山桐利用 韩山桐在河底埋下一个 独眼识人像 等兵工挖出石像后 识人一只脸 挑弄黄河 天下反 造反啦 造反啦 韩山桐自称 宋徽宗八世孙 以红金为标志 但是黄河和宫造反 但是当地县太爷得到消息 然后就 然后韩山桐的好朋友刘福通 转而立韩山桐的儿子 韩林二位小明王 打出了副宋的旗号 而国子星 芝麻里等人 在凤阳 徐州也打出红金军旗号 彭盈玉等人 在湖北齐州 打出红金军旗号 国号天丸 正好把大元盖入 虽然听起来 跟明天就要完蛋似的 四川等地 也有红金军起事 除此之外 号严公招出城 在严城起义 自立国号 周 元朝的王公贵族 听说南方全面失控后 反应都非常激烈 这里插一句 元朝朝性平时内斗蛮多 动不动就爆发内战 但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 元朝决定一次性搞定叛军 但元朝毕竟是元朝 很好的将灵活管理的精髓 融入到评判当中 我管这叫灵活评判 刚开始 托托一箭召唤 全国四十万武士 号称百万大军 马上到张世成家门口 谁让你压自立国号 枪打出头鸟 不打你打谁 但就在托托快要干掉 张世成的时候 哎呦 那个托托手握兵权 要造反哦 元朝的处理是 武德充沛 就这样 元朝平行农民军的 第一次机会就没了 农民军那边一看 元朝百万大军 不过如此吗 马上就拉着 亲朋好友一起投身 造反大计 其中就有一个叫 汤河的人 此的是朱元璋 儿时的小伙伴 朱元璋在收到 汤河的信件后 便离开了寺庙 投不了造反 投资郭子兴 因为朱元璋在庙里 诗过字 脑子非常灵活 深得郭子兴欣赏 郭子兴一开心 就把羊女马氏 嫁给了朱元璋 靠着老丈人 朱元璋很快在 任何关系 而朱元璋 一下就看透了这帮人 这一波老朱在臭氧层 于是老朱同志 决定往外灵活发育 打高端局 毕竟朱充八童子 一辈子都是高端局 可没想到 这往外一打 竟然打出个大明朝 朱元璋先和攻克 除州 合州两座城池 并拥有了一支 三万人的队伍 之后朱元璋 南渡长江 从张氏城手中 拿到了大片领土 军力达到十万 红金军 其他几路也发威 韩林安的红金军 北上攻克了宋朝旧都 变两 元朝自从脱脱灵活 平叛事件后 就一直被红金军压而打 被打了一段时间后 元朝也觉得憋屈 好歹我也成吉思汗的后代 这治国不行就算了 打仗怎么能输呢 于是元朝决定 再忍个狠活 这个狠活就是查韩铁木尔 查韩铁木尔虽然是色目人 但却是大元帝国最后的猛将 单人可以骚弱全途的那种 连朱红章都怕他 只要查韩铁木尔在 元军打红金军 就跟我老婆打我一样 跪下 老婆我错了 你错哪了 这我哪知道 查韩铁木尔平定山东的时候 那是风卷残云 如如无人之境 红金军不论夺顽强 终究倒霉了这不讲理的家伙 但上天总是正义的 正当查韩铁木尔 要拿下山东红金军最后的据点 青州城时 元朝突然派人过来试茶 这查韩铁木尔估计是喝了假酒 竟然对视察人员破口大骂 你们朝廷这是一群肥物啊 你怎么能说实话呢 这话让查韩铁木尔的手下听到了 手下对大元朝廷的那是忠心耿耿 他觉得这么下去 查韩铁木尔估计的变成第二个草草 于是天降正义 你看 嚣张人都这下场 这下元帝国彻底完球了 在南方 几时农民军看 因为地盘问题互相对A 张世成就在这个时候 进攻小明王韩丽儿的安丰城 朱元璋那时候毕竟还是韩宋正成的陈子 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去救韩丽儿 但朱元璋一走 在湖南湖北发育成一霸的陈有亮就不淡定了 陈有亮是今天的湖北先逃人 跟造手机那个雷布斯是老乡 Are you ok Yes 我就管他叫陈布斯了 一方面他跟雷布斯是老乡 另一方面陈布斯也是个理工科技术男 只不过雷布斯造的是手机 陈布斯造的是船 据记载 陈有亮有数百艘楼船 科技含量很高 有三四层楼那么高 通通刷着红漆 每艘船都有三层隔板 甲板上让人喊 下层的人根本听不见 发工钱啦 你所杀 不过陈布斯虽然善于造舰 但指挥能力不如老朱 之前没吊打过一次 这次朱元璋主力北上去救小明王 后方一定是兵力空虚 既然如此 陈布斯决定立刻发兵 捅他朱元璋的定眼 却有亮开着他的海克斯科技船 从长江进入鄱阳湖 然后沿着干江抵达红都 看这架势 普通人早就灵活跑路了 但手绳的不是普通人 而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 朱文正这人不走寻常路 别人打仗玩灵活 他打仗一动不动是王吧 陈布斯靠高智商的脑瓜 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工程器 围攻红都 结果红都跟王八一样稳入泰山 一口信扛了85天 给陈永亮都整郁闷了 85天后 朱元璋成功救下了小明王 这时 小明王的军人力量已经打没了 现在哥汉县地一样 而朱元璋这是邪天子 以定诸侯的曹操 朱元璋安排完小明王之后 火速带人救援红都 陈永亮一听朱元璋来了 急忙穿到浦阳湖上 想在这里发挥楼船的优势 双方在浦阳湖面大战 朱元璋用火攻 烧毁大量陈永亮的楼船 陈永亮扛不住了 想回老家 但是问题来了 陈永亮老家在西边 想回家只能从浦阳湖口出 朱元璋这个招老侧子坏得很 他直接派兵堵住浦阳湖口 给陈永亮堵了一半了 陈永亮被老叔堵了一个月 饿实在受不了了 只能硬冲浦阳湖口 结果被朱元璋提前布置船 活活干死 紧接着朱元璋就吞灭了陈永亮的领土 之后朱元璋向东平等了张世成 统一整个江南 而就在朱元璋扩张地盘的时候 元璋反而骚骚都不断 先是不顾南皇农民军 扭头是攻打高丽 结果还被高丽吊打一顿 之后这园庭内部又分裂了 一来二去 朱元璋就占了上风 1368年 朱元璋在应天 也就是南京城地 建立明朝 随后明军年金航大运河北上 抵达天津 而元朝贵族终于发挥了最后的技能 灵活抵抗 也就是直接润回草原 而朱元璋则顺利攻占大都 也就是北京 随后朱元璋很顺利地统一了明朝 据说朱元璋登基后 几乎没有放过一天假 从红武18年9月14日至21日 八天之内 朱元璋审订的文件 就有1660件 处理国事3391件 平均每天批阅文件200多件 处理国事400多件 老朱之所以这么玩命加班 其实就是想让老百姓过得安稳 端着那个破坏灵活就业的日子 可不好受 这点老朱比所有王公贵族都清楚 所以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 少有的好皇帝 1398年 朱元璋驾磨于南京故宫 离此前将皇位交给了朱允文 可惜朱允文没有能力hold住场子 让朱弟捡了便宜 那都是后话 好的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